大家好,今天人生的大使命 就是把這三塊東西掛在水喉 掛在這裏 然後那邊製作輕牙 就是這一塊 我們製作得很專業的 不是直接釘在牆 而是釘在這塊木 然後水喉一個,兩個,三個 讓它不會阻礙到大家 這裏是83吋 而牆壁是64吋 應該夠位置,然後20吋放在水喉 希望可以組織 組織未必代表將來用這些工具 也未必代表所有牆壁是用得完 不過這就是今天的大使命 你看這些大使命很膚淺 好,經過半個小時 終於弄了這三個 有一個品字形 不知是九品還是一品 這些多數是九品 芝麻綠豆的 Woodwork 之前上星期的裝修師傅 幫我弄了這個架 下層的全部都是我自己放下來 把東西放到上去 哇,很高 我又沒有六尺高 所以我要爬梯 天梯爬上去 把東西放下來 然後拿水喉才陰功 它放到最頂 如果掉下來 那隻蛇便掉下來 可不可以 但不要緊 現在就弄了 現在已經弄了 輕牙 搞了一兩小時 大約 整個 或者都沒有 整個地方 弄了水喉 還有 弄了這個輕牙 可以放入龍具跳鯉籠帽 然後那邊 通常是清潔做的 橙雪和霸 這邊是橙掃地 遲些可以放入 這些塘梯都可以放上去 待會就要設定淋水的工具 完成所有東西 就可以收工 拾螺絲拾到手指骨 做得不太細緻 但總是要做平衡 勾勾在這裏 喜歡勾什麼就勾什麼 勾不到州 勾州就發達了